我最近买了几个墨镜 想跟姐姐们分享一下 颜色特别好看 我画上的这个开始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墨镜 是我非常推荐 大脸的人去买的 挡脸挡得非常好 也没有什么风格的限制 Gentle Monster 跟你合作的一个款 这个款 我当时是买了三个颜色 我把白色的给妈妈妈妈弄丢了 我把茶色的给姐姐 姐姐弄丢了 所以现在就只有我的这一个 然后第二个 姐姐们有看到我之前 去云南拍的照片吗 刚好拍出了一张图片 是我超级喜欢的 这个墨镜是我特地 为去云南的时候买的 其实我戴这款 没有那款好看哦 这款特别适合外衣 这个是miu miu的 很神奇 这个墨镜很不miu miu 墨镜边戴帽色 就偏琥珀色 我超级喜欢琥珀的单品 我觉得其实它的形状 是会有一点点方的 因为它有一点像是那种积木 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硬 我可以跟姐姐们分享 如果你们要买白色的墨镜的话 其实白色墨镜戴上脸 是会有点突兀的 所以你们买墨镜的颜色 要选择那种偏象牙色多一点 就不要太白 你看哦 这个其实偏米掉多一点点 但这个就是本白 蓝白更耐看 质感会更好 我这一生要穿一个牛仔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最后一个 其实沈莉 我刚刚已经腔腔带了一下 就说实话 我觉得它不太适合我 它的那个形状是有点往上翘的 并不修饰我的脸型 但我当时喜欢它的原因 真的纯粹因为它的颜色 有点像干枯玫瑰色 但没有那么旧 配色我都想好了 白衬衫加一个灰色的裤子 然后卡在这 有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吧 买它的原因 真的就纯粹买了一个心情 我觉得可能这个眼镜在我这 它就这样的存在 实用的话 大家就买 Gentle Monster就可以了 跟大家分享 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 它也没有就是贵跟便宜的区分 跟我的风格也很相似 喜欢我的品味的话 那我们就去仙台店续一下 我觉得我选的东西还是蛮准的 所以我可以慢慢的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每次分享可能就不会很多 因为我太跨劳了 讲着讲着就泡篇了 我太跨劳了 我太跨劳了 我太跨劳了